尽管一党副总秘书沙西尔声称 入供程序顺利 当主席丹西里哈迪阿旺非常配合 有问必答 不过警方却是另一番说起 全国副警察总长 拿都市与阿于汉透露 虽然完成入供 但是24道提问里 哈迪只回答了5道问题 其余的说事留到法庭上作答 阿于汉下午在湖西安曼警察总部 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随着当局今早取得哈迪阿旺的口供 预计近期就能完成调查报告 到时将建议总检察署 以煽动法令和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令两项条文提供哈迪 阿于汉再三提醒政治人物 不要玩弄三阿敏感课题 否则一切依法处置